打车的时候拿过一个黑色袋子 一个白色袋子 白色袋子里面装的一个餐盒 打包的鸡肉 然后黑色袋子里装的是48000块钱现金 是朋友刚刚还给我 然后我那个之后跟朋友一起去吃饭了 然后就喝了一些酒 喝得有点晕 周先生通过滴滴出行叫了车 从古敦路附近到他拱树区的家里 时间是当天凌晨3点30分到3点48分 订单费用42块9 周先生说 直到早上醒来才发现那袋现金不见了 我上车的监控 我去派人所看过了 我确实是拿了两个袋子上的车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 袋子就是没有拿 早上我六七点钟给司机打电话的时候 司机说没有看过这个袋子 说那个只看见一个白色的袋子 然后他给白色的袋子就扔掉了 周先生提供了一张当晚用餐那家店的监控截图 他的手上拿着一个黑色塑料袋 说这里面就装着朋友刚还的48000 他到派出所看的是路面治安监控 但没有拍照 之后又联系了后面上来的三位乘客 乘客清楚地告诉我 说没有看见后面有袋子 平台说没有我们的行车监控 只有雨 说帮我们看过 但是就是确实没有 周先生说 当时看到车内有摄像头 现场他再次联系平台 客服提供了这单司机罗师傅的临时号码 周先生两次拨打都无人接听 平台方面回复记者 已经把司机后续乘车乘客的信息 以及订单内录音交给派出所 配合警方调查取证 平台为严格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 车内录像默认关闭 因乘客没有授权开启 故本单没有进行车内视频录制 记者发现通过点击APP 或者小程序首页地图栏左下角 带加号的蓝色盾牌图标 进入安全中心界面 在安全工具车内录像设置里 可以开启录像 周先生表示 打算起诉平台 司机和后面的乘客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介绍avoir slimLEY 本文字幕提供